最近,我发现我的脚后跟,脚后跟的皮肤又硬,又毛皱,好像还称在其他地方的皮肤上,还挂人了,还挂人了。 有长枪里面出现了一种动物,叫鸭嘴兽。这个名字听说过,但是它的心脏我不知道,鸭嘴兽。嘴巴有点像鸭齿。 但是它的脚后跟很硬,脚后跟很硬。我简直在胡说八道,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。 但是脚后跟很硬,它可以在长江挖洞,脚蹬亮下就在挖洞。 再挖洞。再挖洞。一挖洞以后,就可以让一人往下挖,一人往下挖,可以让长江溜水。 这个事情人家都不知道,大家都不知道。 我看一下,压这一手,是动我。 哎呀,真有这动物,真有这样的动物,这样的动物,嘴巴和脚弯合。 是这样的动物,牙嘴兽。牙嘴兽。牙嘴兽会下断警示哺乳动物,已存在百万年,生硬水下生活。 是在拔,是在拔。那万一啊,那万一啊,可以去把那个,可以把那个长江底下,掏成洞一颗,形成管庸,或者按破了。 人家都不知道这个心脏。压嘴兽。原来讲的是,是扑鲁动物。嘴巴,它的嘴有点像压子。 哦,四肢粗短。哦,原来这招在南美洲。哦,哎呀,我看到了,我怕出处了。 因为我印象当中,没见过这个东西。呃,记得什么呀,我不知道。 所以呢,我就先看准了,再说。因为它描述的那个,呃,林牌当中已经讲了。 它会把那个长江,岸搞破。可以把那个长江岸搞破。所以呢,叫我提醒那个,病灵港。 长江的,现在出现的动物就压嘴兽。这个东西可以,可以把那个长江搞坏,漏水。 哦,或者形成管用。为什么?因为那个,病灵港在巡逻长江两岸的时刻。 呃,巡逻那个长江的时刻,它只看那些固体的东西。它没有查那个,呃,动物类的那些玩意儿。啊。所以呢,呃,它在下面就,呃,在下面拔那个的时刻。 呃,是病灵港就把它那个,呃,把它就和尸掉了。啊。 把它和尸掉了,呃,有可能就是最后让长江哪个地方,呃,搞破。啊。所以呢,那个,四肢很短。 呃,呃,五指,呃,它的五个脚子像钩爪,啊,像钩子一样的。啊。 然后,呃,哦。 关键问题是,那个脚啊,可以把长江,呃,哦,还分泌毒液了,啊。 还可以分泌毒液出来。 呃,毒液,呃,连到它的爪子里面,哦,这上面讲的,哦,我变,哦,这个是爪子啊。 哦,呃,毒液从里面分泌出来,哦,哦,难怪说它的爪子里面,哦,有,呃,哦,有刺,分泌毒液。 哦,所以要告诉这些人,有这么一个动物,哦,呃,平时,呃,平时,呃,有,有一些麻烦液,啊,麻烦液,麻烦液很大,哦,呃,这个呢,会,呃, 啊,呃,压醉是这样,破坏中的很大,哦,哦,呃,差点了。你看了。 这个时间已经讲到,但是人家没想到,哦,他说靠电信靠,极其触觉,敏感的压醉是寻找在核肠底的食物,啊,确实在核肠底部呢, 他说寻找核肠底的食物啊,他可以透啊,啊,那,最后一看了。 鸭体尸寻找在河腸底的食物 它可以在河腸底找的时候 就把它拔 有意无意的可以把它拔开 拔了以后就把长江拔坏了 它就是今天要讲的事情 就是要我告诉那个病人 鸭体尸有可能把那个长江 偷游动了 然后一旦有了动了 水穿过去的压力大了以后 哗哗哗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